你在哪兒 其無小酒 了解我 其無小酒 了解我 終翻了 終翻了 不行了啦 哎呀 皇冠一直影響我髮型啊 你怎麼還知道皇冠跟你終於這一齣卷 在同一個角度 想看有多好笑 好像他們倆是兄弟姊妹一樣 我剛才唱的時候頭髮卷嗎 很卷 而且你一直用手勢在那個 這邊髮卷的身排 然後導播又一直拍你特寫 所以手指也跟髮卷融為一 這整個很整體是不是 然後再加上你用力的時候還加上踏腿 一定要啊 一定要的啊 我成功了 你又知道你成功了 四幾天的成功 就好厲害 你們幹嘛一直嚇到的表情啊 我們兩個一起參賽 我們好認真喔 我會認真啊 我會唱都很敬意啊 那你們除了這些之外 你們覺得他唱得怎麼樣 唱得不錯啊 是不是 平良心講嘛 怎麼樣 你覺得你練很久嗎 說實在這首歌我沒有練很久 他的哪首歌 這首歌舞女我都是 其實我很想很認真的問一個問題 就是你剛剛有沒有認真在唱 嗯 算是有 如果你進錄音室 這是不是你的唱法 不是 我進錄音室可以唱更好 唱更好 對 舞女我不然穿都穿了舞女來兩句 可以嗎 這樣會佔太多時間 快一點 你點什麼你就唱啊 签行 啊啊啊啊啊啊 alcool的韓人了解 都不得為喜愛 暗暗啦就白色 也少不咱笑海海 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來再來跳舞 且便若是淋蔵 無管你是請宍 肋 TikTok 翻增 我好遇到 為什麼要戴黃昏啊 文明有可能衛冕的 因為妳唱這個歌 壞掉 真的壞掉 沒有 這不算分 這不算分 這純粹是娛樂大家 觀眾朋友 懷疑一下對不對 對 我們先來聽一下評審老師的看法 文明哥你覺得他剛剛表演 你們兩位老師都一直在大笑 對 他表演無懈可擊 那可是唱的話 以比賽來講他唱腔怎麼樣 比賽來講的話 剛剛差一點點 有幾個咬字不對 有幾個咬字不對 那整體來講唱得如何 OK啊 很好 唱得也OK 那表演也OK 但是我如果唱這首歌的話 我應該不會像他這樣子的動作 你說哪一個 你說哪一個 就是很多 還有不要的時候你還會動頭 這不是RME嗎 不要同情我 對啊 不用動情話 因為以前藝人這樣才算是有一些遮體動作 才會吸引觀眾的目光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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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這真的是一個比賽的話 他其實會入圍到那個決賽 至少會進入對啊 決賽 因為太強硬了 因為非常有效果 對 那張老師呢 我補充除了音準以外 除了什麼 音準以外 因為小孩子唱歌 他的音準很像什麼 汽車爆胎 汽車爆胎會怎樣你知道 對 飄來飄去 沒辦法控制 對 你唱歌你很認真 但是音準 奇怪 聽不懂這樣 老師這一點我真的承認 我音準常常會跑掉 那怎麼辦 老師這個問題要怎麼辦 剛剛我們兩個就在爭議 就是說本來想優勝給你衛冥 但是後來覺得視覺效果反而更好 視覺性的 可是問題是其他生態者音準也沒有很好啊 培林音準是比較好啊 當然不只音準 不只音準 對 因為你那個跺腳也 誇張了一點 跺腳誇張 跺腳誇張 音準不準 聲音像車子爆胎飄來飄去 每一個歌手都把自己的舞台風格啊 今天如果江蕙姐在台上跺腳 你敢說他誇張嗎 真的 人家彬彬姐唱歌都有跺腳 對啊 很多演歌都要躲一下啊 像那種味道啊 可是不是在這首歌裡面 如果說是演歌的話 加那個動作還可以吧 我剛剛看你表演真的 如果江蕙姐看到的話 他會瘋掉 所以有的時候一些動作 反而會弄巧成拙 對 就over掉了 好 謝謝兩位老師講評 現在我們要給老師一點點時間 讓他們來那個統計分數 成績揭曉 首先要頒發的是 最佳勇氣獎 扮曉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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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定是你了 他今天就想借我啊 對啊 有什麼感想 第二次得到最佳勇氣獎是什麼感覺 我覺得我應該還要再得到第三次 蛤? 陳信心 會不會是以後成為演藝圈最有勇氣的女女人 非常有勇氣 老師講一下 最佳勇氣獎最多次的女明星 看得出來他基本上就是不會講台語 然後他硬要來這樣子 我是被硬逼來 被逼來 臨時被調來 好了解 真的有勇氣 真的有勇氣 對啊 張老師呢 一樣 也是這個原料 對對對 這沒什麼好說大家都一致通過 對啊實至名歸你們都沒意見吧 我們沒有意見 接下來是最佳視覺效果獎 我覺得是王傳一 得獎者是 小S 實至名歸 實至名歸 請出列 實至名歸 真的 你值得了 今天不是一直在說你打扮 你贏了 我跟妳講 其實當時要做這個造型的時候 我內心就很掙扎 我想說 造型這麼強一點 到時候評審一定會想說 那就給你造型講好了 然後完全忽略我就是 歌唱的表現 歌唱對 歌藝 技巧還有我的那些唱腔啊 我個人的特色等等 妳擔心對了 對 結果果然就是我的擔心成真了 所以妳覺得 如果你今天穿得普通一點的話 老師妳覺得她今天如果不是穿這樣 穿得普通一點 有可不可以拿優勝嗎 其實我想掛兩個袋子給妳 什麼 因為優勝跟那個視覺效果 兩個唱都是屬於妳的 終於和好了 終於和好了 來來 合唱一首 野馬江湖 月 不是夜 月 月馬江湖 你不要再逼人了好不好 可是妳一份顏色就開始忍放來了 老師好有個性喔 老師真的很有個性 她一直笑著把我推開 這麼討厭啊 她一直笑著把我推開 所以文明哥妳也是這樣覺得 其實因為今天剛好通通有講 剛剛其實跟張老師是討論了很久 對 那我們也不希望今天特別來幫忙 有四位來賓 有一個人空手而歸 因為對 焦點都在我身上 我也不好意思 我也不希望妳這樣 對 而且到最後分下來 裴鈴唱的最好 反而什麼講都沒得到 對 可是我聽到張老師那句話 那我整個就是 就安心了 非常的 就安心了 接下來呢是最佳風度獎 得獎者是 王淳 王淳 沒有妳看妳看 我還有很有風度的跟她握手 那妳就是優勝啦 有風度啦 有風度啦 謝謝 謝謝老師 所以妳今天得這個獎有不開心嗎 沒有啊 因為上次得過優勝了嘛 這次來得一個這個 最佳風度獎我覺得 那妳覺得自己今天風度如何 當然是偏偏啊 偏偏欸 欸 不是風度 風度偏偏啊 對啊 風度偏偏啊 妳只拿過一次優勝者 人家拽起來啦 我們想跟那個最佳視覺效果那邊 他拿起來啊 他得優勝跟我說 他說我打敗石抗軍了 超開心 超開心的好不好 因為我覺得石抗軍很會唱歌 所以妳眼中的目標 從來就沒有小S過 沒有 因為他 上次我沒參賽 他沒有參賽 這次來他參賽我想說 好 那我要認真了 可是看他的服裝我就贏了 所以你就是不看好比賽太花強 你話張老師講的話嗎 今天其實優勝也是屬於我的 沒有 是越馬江湖道 是越馬江湖道 欸 你要吵架 那首歌也不是你唱的 你不要吵架 那你覺得他為什麼會得最佳風度獎 因為我想今天參賽的都是女生 包括衛冕者都是女生 那王傳儀其實在 跟女生一起做評分 事實上是吃虧一點點 對對對 然後還被女生罵 對對對 所以最佳風度獎 沒有關係 習慣了